- 講到籃球,大家一定想到很久以前這個鬥牛要不要,你怎麼來看這一次參加這個比賽? - 鬥牛要不要,好像蕾哥那時候有來幫忙拍那個,對不對? - 對對對,哇賽,好久了喔! - 對,其實我覺得就是,今天能夠在場的人都是很喜愛籃球的,那包含我自己也是,然後也是從小學五年級就接觸籃球到現在 - 然後我覺得真的就是要保持一個愛籃球的心,所以才會一直維持到現在還可以來打籃球 - 那我覺得其實其他的表現就希望可以多交給年輕的選手去表現,對,因為他們可能就是表演欲會比較強一點,對 - 其實最近是有推掉一些戲劇的邀約啦,但是其實我主要還是看角色啦,看自己喜不喜歡,那其實我覺得大家看了我參加學明星之後 - 其實就知道我是真的很愛運動,也會運動,所以這一次才會來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- 然後也因為剛好也是,錢姐也是領隊嘛,就是還蠻懷念那時候被他罵的感覺,對不對? - 所以再來體驗一下 - 下面問一個實質題啦,因為那個之前有跟陳明哥做過嗎? - 以前說他廣東人就要被罵,你其實會記得替他抱去嗎? - 這個我好像以前就知道了,對,以前其實好像在節目上就有聽他說過 -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誰都改變不了自己的事實,對啊,所以我覺得還好 - 很緊張,因為之前看蕾哥都在電視上看,然後沒有實質,真正的- 很想晃出來了 - 沒有真正的碰見過這樣子,然後今天到現場之後,遇見蕾哥就真的是- 有點小鳥依人的感覺 - 因為畢竟平常算是別人在小鳥依人,我的特別,對,雖然很緊張 - 那你們朋友呢? - 我就是平常原本在走在路上的時候可能都是這樣平視 - 今天我來這裡我才發現我每個都是這樣,我每個都要這樣看我才發現,哇,大家都好高大 - 團隊需要的話當然就是我把一些事情給推掉這樣,畢竟這個東西是要大家一起磨合一起培養的 - 對,不能說,大家今天都在我- 大家今天都在我不在這樣,對,所以我還是會空出時間來 - 那兩位有沒有最崇拜,經過中崇拜的前輩 - 前輩 - 我的部分,雷哥 - 在齊 - 對 - 因為小時候就其實身高算偏高,所以小時候打球的時候都會定在五號會的部分 - 所以小時候會看雷哥打球在齊 - 緊張真的都不至於啦 -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從小看雷哥打球,看他場炸的 - 對,所以其實是抱著一個跟偶像比賽的一個感覺,對不對 - 提防喔 - 說出來了 - 雖然說沒什麼在動,但還是有在練 - 對,其實他們身高擺在那裡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了 - 對,所以我覺得就是可能要多看一些這個Curry的影片 - 就是來對抗這個比我們高的球員這樣,對不對 - 絕招我們現在不能講 - 絕招我們現在不能講 - 因為到時候你們看了就知道 - 來現場看比賽就會知道 - 可抗你 - 可何可以 對我 - 可抗你 -可抗你 -可抗你 - 可抗你